朝贡,投资?纳吉啥啥分不清? 我猜想,如果首相纳吉预先知道白宫会将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国双编会盘的开场白的五分钟录影放上网,也许他的开场白的内容会很不一样。 纳吉访美,成了他在国内的公关灾难。 马来西亚人都在抱怨国内经济状况不佳,突然首相告诉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总统,我们要协助振兴美国经济。 日前我说,马来西亚曾是中等强国,虽然不是大国,但在国际事务上有着关键的影响力,可是那极致下,马来西亚已经变成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理念和没有未来的小国, 纯粹靠大国,纯粹靠大国施恩。 这次则是朝共。 纳吉访美,最终的宣传目的是要向马来西亚国人表示,本老爷获得美国总统在白宫接待,你们缴美国司法部调查什么的,都是假新闻。 然而,为了要访美,纳吉承诺购买价值100亿美元的飞机,也承诺公积金局在投资30至40亿美元在美国的基建计划,而国库公司也将投资美国硅谷高科技领域。 调诺的事,马来西亚必须靠中国来投资建高铁,建东海岸铁路,却可以出口资本,纳吉用语,协助振兴美国经济。 马来西亚的小市民在这个动辄数百亿令吉,甚至数以百亿美元的各种投资当中,得到什么好处? 投资的目的是什么?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要为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吗?这些大计划创造了什么就业机会呢?只是为美国航空业创造就业机会吧? 纳吉的盗贼统治,让我们经历前所未有的荒唐事。 但也在这样的荒唐局面中,我们可以重新解释,到底投资是什么?到底怎样才算对小市民有利的经济? 马上转发。 字幕志愿者 刘思sel 大家不能去? 没有